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这星期五就是圣诞节 以往几乎每一年我们两个女儿的家庭都会到我家里来 大大小小一起吃饭分享唱圣诞诗歌 来庆祝这一个我们基督教信仰很重要的节日 然而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都只能各自在家里纪念耶稣的诞生了 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庆祝圣诞的活动也是受到很大的限制 我跟师母南芬开玩笑说 如果明年开始接种疫苗 一切进行的顺利 若神允许也许到了七八月就可以开放自由活动了 那时我们可以学习南半球的国家传统 找一个日子庆祝夏天的圣诞节 我相信孙子们一定很高兴 可以多拿圣诞礼物 有什么不好的呢 而且许多圣经学者也指出 耶稣应该不是在十二月二十五日诞生的 因为在巴勒斯坦 十二月的天气太冷了 牧养人与羊群不可能三更半夜还待在旷野 而福音书的作者似乎也刻意不提 所以没有人知道耶稣的生日是哪一天 说不定真的就是在夏天 如果是真的如此 那在七八月庆祝圣诞 也没有什么不对 根据网络上的一些资料 大约在第四世纪中 就有基督徒在十二月二十五日 庆祝圣诞节的记载了 为什么会选择这一天呢 大家大概都记得 保罗在雅典传福音的策略 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这么记载 保罗站在雅略八股当中说 众位雅典人啊 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 我游行的时候 观看你们所敬拜的 遇见一座坛 上面写着卫士之神 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 我现在告诉你们 保罗就是把雅典人所拜的这位卫士之神 与基督教的独一真神连结起来 然后带出了耶稣复活的福音 根据基督教的传说 以十二月二十五日庆祝圣诞节 就是当时基督徒传福音的策略 因为十二月二十五日呢 是罗马太阳神的生日 当社会众人正热烈庆祝的时候 基督徒不但跟着庆祝 而且告诉他们的邻居朋友说 你们敬拜太阳神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我现在告诉你们 这位掌管宇宙的太阳神 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你们虽然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但是他已经从死里复活 又升到天上去了 因为我们的圣经早就预言了 在马拉基书四章二节说 那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 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 其实两千年来 圣诞节一直是邀请木道友 来参加教会的聚会 向他们传福音最好的机会 谢谢我们崇拜团队 为昨天的特别聚会 制作了很好的圣诞节晚会的节目 但愿神 因着每个教会特别的圣诞聚会 得到荣耀 也愿神 借着这些聚会 使更多的人得到救恩 让我们回到两千年前的 第一个圣诞节 在那一个晚上 天使在大光中 向伯利人城外 旷野照顾羊群的一群牧羊人显现 他们非常的害怕 但是那天使对他们说 不要惧怕 我们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 是关乎万民的 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 为你们生的救主 就是主基督 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 包着布 握在马槽里 那就是记号了 这时候 一大队的天兵 同着这位天使 大声宣告了 为什么耶稣诞生 是一个关乎万民的 大喜的信息 他们说 在至高之处 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 平安归于他 所喜悦的人 上一次信息中 我与大家一起思考 与圣诞节有关的 一个很重要的名词 就是荣光 或是荣耀 今天 我要与大家一起来思考 另一个与圣诞节有关的 重要名词 就是平安 先知以赛亚在预言 耶稣的道成肉身时说 因有一个婴孩 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赐给我们 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 他名称为奇妙测士 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他的政权于平安 必加征无穷 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 治理他的国 以公平公义 使国坚定稳固 从今直到永远 万君之耶和华的热心 必成就这事 1914年 是人类历史上 非常重要的一个年度 因为就在这一年 开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这一次的战争中 卷入战事的国家之多 军人百姓死伤之惨重 战场浮原所及之辽阔 都是前所未有的规模 所以称之为世界大战 但是我相信 除了耶稣诞生的那一个 真正的圣诞节以外 这一年的圣诞节 大概是人类历史上 最能够彰显出上帝荣耀 与平安的一个圣诞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 是于1914年7月28日 正式开战 到了12月 战况 日趋白热化 而在寒冷冬天的欧洲战场前线 德国与英国的军队 正式拼得死去活来 然而就在圣诞节前几天 三号这个节日的气氛 竟然盖过了双方 那势不两立的敌对态度 平安夜这一本书 就是在叙述 这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历史事件 刚开始 只是在各自的营区 挂上了圣诞节的装饰 士兵们就躲在战壕里 唱唱圣诞诗歌 没想到 唱着唱着 双方居然同声合唱起来了 最后呢 两边各派代表协调 说好在圣诞节休战几天 大家放下枪杆 走出战壕 彼此问憨祝福 交换礼物 一起唱圣诞诗歌 度过一个愉快的圣诞节 听说他们还举办了一场足球友谊赛 结果是三比二 德国小胜一分 可惜 圣诞节一过 大家各自回到自己的防线 拿起武器 又开始彼此碰碰碰碰碰碰碰 对打残杀 你说人类够不够荒谬 这场战争又打了三年多 一直到1918年才结束 根据Waiki百科全书 这场战争中的单单军人的死伤 就有3900多万人 平民的伤亡更是不计其数 充分地显出人类贪婪 残暴 好斗的罪性与无耻 但是 在这么一个可怕的战争中 在随时都面对着死亡的威胁下 神 却感动了这么一个彼此敌对的军队 一起庆祝 共同度过一个平安的圣诞节 这不正是耶稣道成肉身 所要带给我们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祝福吗 旧约先知 以赛亚 预言弥赛亚的诞生时 其中一个称号 就是和平的君 人类的历史 一再地告诉我们一个现象 就是世界上所有的政权 如果越强盛 世界就越没有安宁 然而 我们的神宣告说 他的政权与平安 必加增无穷 所以对于这个世界而言 与圣诞节最有关联的一个字 就是 是peace 和平 平安 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想寻求平安 有些人烧香念佛 行善拜神 所要的就是求个平安 有些人要存许多的钱 也是想说退休以后 心里比较有平安 有些人买人寿 买保险 也是为了万一出了什么差错 比较安心 或是自己有个三残两短 当然自己是用不上了 但是至少让家人可以有个保障 所以可以让我们比较放心 有些基督徒非常的悲观 认为除非耶稣赶快再来 不然这世界上是不会有平安的 更曾有非基督徒跟我说 耶稣是一个失败者 因为他虽然自称为和平的君 但是他并没有如大家所预期的 给世界带来平安 其实这种观念的人 是误解了平安的真正意义 而且也忽略了耶稣所带给许多人 内心平安的这个事实 耶稣在世的时候 就常常提到平安 他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他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 圣经记载至少有三次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那什么是平安呢 我读过一个故事 圣诞节快到了 有一个小孩 想要送一张卡片给他的母亲 但是他在放卡片的那个架子上 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他所想要的 因为每一张卡片上面写的 而不是圣诞快乐 就是新年愉快 要不然就是神祝福你等等之类的话 但是这些都不能表达出他要感谢他母亲 一年来用爱心照顾一家大大小小所付出的辛劳 最后他找了找 终于找到一张他认为最能表达他的心意的卡片 上面写着 Rest in Peace 安息主怀 什么是peace 可以躺着休息 什么事都不用做 就是peace 平安吗 我就听过有人说 哦 某某人 他们的家庭很有钱 请了好几个庸人 茶来伸手 饭来张口 真是好命啊 我想说 动都不动 好像一个身体有残障的人 这就是好命啊 什么困难都不用面对 什么事情都不用处理 就是平安吗 许多人都知道 平安这个字的希伯来文是shalom 像刚才我所说的1914年那一个圣诞节 应得双方的军队放下枪杆 大家和平共处 没有争执 没有战事 这就是shalom 当然 shalom对我们大部分的人而言 是形容一个人的灵魂体 全人都处在一个美善和谐的状态之下 其实佛家追求天人合一 从某个角度而言 也是追求人与思维的自然环境 能保持一个shalom的状态 对犹太人而言 对犹太人而言 shalom就是形容神赐给一个人全面性的祝福 在人生的每一方面都很平稳 美好 美好 幸福 没有冲突 没有令人忧心 无法承担的事 所以shalom不只是包括属灵方面的祝福 也包括家道丰盛 一无所缺的祝福 耶稣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他就是应许说 他要帮助我们享受与神 与己 与人 与世 与物之间都能够有和谐的关系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来数算的 耶稣赐给我们的平安 首先 耶稣赐给我们最得洁净的平安 记得我看过一个电视广告 一个军官命令 士兵们战成一排 让他检查服装仪容 其中有一个士兵知道 他大难临头了 因为他身衣服上 有一个污点 如果你是那个士兵 你会怎么办呢 我们一定是想尽办法 看能不能把那个污点 隐藏起来 对不对 我曾经与大家分享过 有一次我参加party 不小心就让Souls那个沾将 沾到了我的衣服 结果或作或利 我总是很小心地 想办法遮住被沾到了的地方 就怕别人看到 网告中 这位士兵就是面对这样的状况 还好 有一个士兵手中有一只太子 除斑笔 他偷偷地传给那位 衣服上有污点的士兵 趁着长官免注意的时候 把那个污点涂抹掉了 所以当那位军官幸灾乐祸地 走到他的面前 因为他本来就是冲着 要找这位士兵的麻烦来的 没想到 这位士兵抬头挺胸 很安心地让军官检查 因为他知道 他身上的污点已经出去了 不用再躲躲藏藏了 罪对我们也有类似的影响 许多人一听到圣经说 我们都是罪人 就很反感 反应非常强烈 因为那正是我们最想要遮盖 最不喜欢别人知道 不要别人提起的地方 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 不要说罪 我们最引以为傲的良心 我们都不得不承认 人是年纪越大 良心就越软弱 越比不上我们小时候的良善 施洗约翰在旷野传道 为人洗礼 当他看到耶稣的时候 就说 看啊 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 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一章七节说 我们若在光明中行 如同神在光明中 就彼此相交 他儿子耶稣的血 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什么是除去 什么是洗净 几个月前 我们主日信息 开始加上讲员的影像 崇拜执事 信仪姐妹就提醒我说 黄牧师啊 你要注意 衣服 袖子 连口 因为阴光幕很大 看得很清楚 的确 现在弟兄姐妹家里 都是好几十寸的大电视 比我自己照镜子的影像更大 任何细节都一览无一样 所以现在我的每一件衬衫 师母都要先用手搓洗一下 再放进洗衣机 洗完后还要再检查一次 确定所有的污点都被除去 所有肮脏的地方都被洗净 因此我露营的时候 就可以非常的安心 衣服是谁弄脏的 当然是我 那为什么下一次我还敢穿同一件衣服 因为师母已经帮我除去 洗净所有的污秽了 这就是圣诞节所要带来 关乎万民的大喜的信息 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间 为我们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 除去世人的罪孽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把我们从罪的咒诅 罪的捆绑下拯救出来 所以我们能够坦然面对我们的罪 并无所惧怕地来到圣洁的神面前 因为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们了 我们已经得到耶稣的圣洁了 就如其恩典的歌词所说的 前我世上 今被寻回 瞎眼今得看见 我们可以勇敢地面对真正的自己 坦然地承认我们所犯的罪 以前我是多么的失丧 但是主已经把我寻回正道了 昨天的我是如何的眼瞎 但今天主已经让我看见了 信主前我的罪恶是多么的污秽肮脏 但是今天我已经被捷径蒙神的接纳 坦然接纳自己 坦然被主接纳 这就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平安 第二 耶稣赐给我们天父儿女的平安 好几年前 我看到一则新闻 报道一位名叫Ekaterina 的22岁的女孩子 这位女孩子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值得上报呢 她不像囊囊那样 天才横溢 17岁因为临时替补生病的钢琴诅咒 第一次与芝加哥交响乐团合作 就一鸣惊人 也不像最近不幸意外过世的 华裔商业天才谢家华 Tony Sheer 26岁与人合伙开创网络鞋店Zappers 在十年之内 营业额成长一千倍 成为亿万富翁 Ekaterina特别的地方 在于她为了读大学来到纽约 马上就以八千八百万的现金 在纽约中央公园旁边 买了一间公寓 这件事在纽约市轰动一时 她是怎么办到的 才二十二岁 我想大家猜也猜得出来 因为她有一位世界富豪排行榜 一百名内的父亲 我相信她从来不会抱怨 纽约的生活费太高 私立学校的学费太贵 因为那根本不是她需要烦恼的事 当罪在人与神之间产生的隔阂 使我们与神为敌 成为可怒之子 我们就失去了 蒙神赐福的资格 但是感谢主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完成了救恩的计划 约翰第一章十二节说 凡接待她的 就是信她名的人 她就赐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我相信这位Ekaterina小姐 在世界上生活费最高的纽约 一定住得很安心 很愉快 绝对不会怕信用卡会刷爆了 或是怕什么费用付不出来 因为她知道她的父亲是谁 而且她很清楚知道 身为她的女儿 有何等的权柄 耶稣在路加福音 说了一个很出名的比喻 那位小儿子浪费了父亲 给他所有的钱财 最后沦落到 替人放猪的悲惨下场 他领悟到 父亲的家产是如何的丰富 就毅然回家投靠父亲 当这个落魄的儿子 带着满身猪烧尾回到家 我们要知道 犹太人是很讨厌猪的 然而这位父亲不是叫他赶快去洗澡 而是抱着他的景象 连连与他亲嘴 吩咐仆人说 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 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 把鞋穿在他脚上 把那肥牛肚签来宰了 我们可以吃喝快乐 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 失而又得的 我与大家提过 师母的曾祖父周布霞 原来是台湾台北大富人家的儿子 因为信耶稣被他的父亲赶出家门 从此断绝父子关系 这还是只是一百多年前的事 耶稣在两千年前所说的这个比喻当中 这儿子小儿子坏事做尽 败光所有家产 丢进家人的脸面 还好意思回来啊 难怪连他自己都不敢设想 若父亲把他当成普通的故宫 让他有饭吃 他就感激不尽了 因为他父亲有千百个理由 可以把他扫地出门 断绝父子关系 可能这么做亲朋好友 还会拍手叫好 因为他真的是罪有赢得 可是这位父亲却很意外的 马上要求仆人以主人儿子 尊贵的身份来对待他 穿上好的袍子 戴上戒指 套上好鞋 还宰杀肥牛肚 大肆庆祝 这父亲就是宣告说 不管你做了什么事 犯了什么错 你一直都拥有我儿子的地位 从来都没有失去当我儿子的权柄 这也就是神在新旧约圣经中 一再地重复的一个应许 我总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当我们接受神的救恩 接待主耶稣进到我们心里 我们就得到儿女的权柄 与天父上帝建立了永远不会失去的父子的关系 刚才我提到那位名叫Ecaterina的女孩子 如果有一天她跟她的朋友说 我check一下我的银行丈夫 我开始有点不安 怕我下学期的学费会付不出来 你想她的朋友会怎么说吗 别开玩笑 你担心什么 告诉你爸爸呀 他就会负责啦 主耶稣说 你们虽然不好 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 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 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 是的 圣经应许说 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 在基督耶稣里 使你们一切所需要的都充足 所以 所有神的儿女 都不要为明天忧虑 都不要为自己的需要担心 因为我们有一位又丰富 又可靠 又爱我们的天父 彼得前书五章七节说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 谢给神 因为他顾念你们 这就是天使所宣告的平安 国与他所喜悦的人的大喜信息 第三 耶稣赐给我们圣灵能力的平安 2004年电视节目美国偶像 American Idols 出了一个异类的偶像 他的名字叫 孔庆祥 William Hunt 我想看过他表演的人 一定印象深刻 因为他唱起歌来 舞音不全 跳起舞来 肢体僵硬 被陪审Simon Cowell 很不客气地当场羞辱了一番 没想到这位孔先生 不但不生气 还很心平气和地说 那是因为我没有受过专业训练 他这种不卑不亢 不气不奶的态度 博得许多观众的赞赏 听说马上就有公司与他签约 要训练他 并帮助他出CD 第一张CD出来 被批评得一文不值 可是却大卖了二十多万张 这个成果大大的激励 我们的孔先生 就决定离开加州大学 博客来分校 专心追逐他的音乐梦 可惜 舞音不全 是可以靠训练改善 但是要在音乐界闯出天下 还是需要有相当的天分 他出道第三张CD 结果是惨兮兮的 后来只好放弃他的音乐梦 又回去朝九晚五的上班工作了 我说这个故事 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了解自己的极限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 都想要使自己成为更好的人 我们靠努力 靠进修 靠依利 靠吃苦 不错 花下这些功夫 是会有某种程度的果效 但是就像孔庆祥一样 天生能力不足 再怎么训练 怎么下骨功 离应有的水平 还是差太远了 这就是圣经 一再提醒我们的一个事实 所以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个因行律法 能在神面前称义 难怪保罗从内心发出哀叹 说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许多人 大概就跟孔庆祥一样 试了一段时间 就觉悟到了 再怎么努力 也跳不出我们这天生肉体的罪性 以及能力的局限 最后就放弃了 然而 这不是保罗的经历 他告诉我们 要得圣称义 是有可能的 他说 感谢神 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就能脱离了 但是 好 耶稣在使徒情传 一章八节说 等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耶稣降世为人 不只是消极地要洗净我们的罪 更是积极地 要使我们得着圣灵的能力 使我们能够超越原来的自己 这也就是保罗所说的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他是爱我 为我设计 保罗说 他的老我不见了 只剩下基督 活在他里面 当然 基督的生命 就会自然地 从他身上流露出来了 我们都很羡慕 保罗这个属灵的境界 但是我们要怎样 才能达到呢 首先我们要抓住 两个很重要的观念 第一就是现在活着的 不再是我 第二就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什么是现在活着的 不再是我 如果有人问我 黄牧师 你爸爸好吗 我回答说 现在活着的 不再是我爸爸 我想对方一定有点糊涂 到底我爸爸是否活着 这句英文圣经 是翻译为 I no longer live 如果我用英文圣经的翻译 这样回答 那个人说 My father no longer lived 这就很清楚了 我父亲已经过世了 所以什么是现在活着的 不再是文 中文圣经翻译的这么绕口 其实就是说 我已经死了 我们基督徒常常奋斗对抗 跟我们的老我 征战 不要让他来控制我们 保罗就是告诉我们 你的老我已经死了 你跟一个死人斗来斗去 有什么好斗的 他在罗马书很清楚地说 故此 我所愿意的善 我反不做 我所不愿意的恶 我倒去做 若我去做 所不愿意做的 就不是我做的 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保罗说 不要怪来怪去 怪老我 怪环境 搞得那么复杂 我只问你一个问题 你做这些违背律法 不合神心意的事 是你自己愿意的吗 还是你心里实在不愿意 可是忍不住就做出来了 如果你能够很诚实地说 真的是不愿意 可是莫名其妙就这么做出来了 保罗说 那不就得了吗 你可以安心了 因为这就证明 那一个没有良善的老我 已经死了 所以就不是你做的 我相信你在所有的人类的思想 理论 著作 学说 绝对找不到像保罗这样 敢这么不负责 讲这么不负责任的话 我后面会解释保罗这么说的理由 在这里我要大家先好好想想 保罗所说的话 他说我们常常活在这矛盾里 愿意的美善做不出来 不愿意的恶反倒去做 翻来覆去的搞得我们心神不灵 充满罪恶感 没有平安 保罗说 如果你心中有了耶税 那你就安了 因为在神的眼中就不是你做的 弟兄姐妹 这个宴旭带给我们是何等的释放 我简直不敢相信 只要我们心灵固然愿意 肉体却软弱了 神说他就不算到我头上来了 天底下 就是有这么慈悲 怜悯 体贴的神 这就是耶稣降生 所带给我们 所有信他的人的平安 保罗提醒我们的第二个观念 就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我们基督徒常常有另一个矛盾 就是如果 就是如果老我的老我已经死了 现在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那怎么还会做出神不喜悦的事呢 首先我要大家记得 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生命 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所说的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进神的国 也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拥有的 重生的生命 约翰在约翰一书中 说明这个生命有一个很特殊的特质 他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 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 他也不能犯罪 因为他是由神生的 但是一章八节他又说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 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 一方面说我们有不犯罪 也不能犯罪的生命 一方面又说我们不可能不犯罪 那这不是前后矛盾吗 让我举例来说明 有时候感冒去看医生 往往他会检查我们的喉咙 医生就会用一根压舌板 压着你的舌头 这样才看得到你的喉咙 有没有发炎 但是每一次我都会感到 差一点要吐出来 据医生告诉我 这是我们肉体的反射作用 没有办法克服的 圣经说 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 有些罪对某些人而言 就好像我舌头被压着 就想吐的反射作用一样 是克服不来的 然而我虽然想吐 我还是可以尽量不要让它真的吐出来 所以就如上一点 刚才所说的上一点 心里怎么想 非常的重要 如果我心里真的很不愿意 那我们就可以安安心心地说 那不是我做的 但是因为有了圣灵就有能力 所以大部分的罪还是可以慢慢克服的 这就是灵命的成长 记得美国刚刚规定在车上 要绑安全带的时候 我很不喜欢 总感到被摆这样一次上开车 很不舒服 而且因为不习惯 常常开车开了好久 才想安全带还没绑呢 但是慢慢的 几年下来 已经变成习惯了 现在不绑安全带 反而感觉不对劲了 我们对生命中的罪也是一样 刚开始做不来 一错再错 不要在那边生气自己那么软弱 后悔怎么老是无法讨神的喜悦啊 有时候到了晚上才想到 哎呀你怎么一整天都没有想到要向神祷告啊 哇在那边认罪悔改骂自己 怎么这么没有用 可是第二天又上演同一出戏 烦都烦死了 其实神早就告诉我们了 我们肉体之中没有良善 会犯罪堕落 这才是正常的 只是现在我们基督徒得到了圣灵的能力 使我们生命有了转机 胜过罪变成生命中的可能 但这还是与我们肉体的本性相违背 所以我们不要为每一次的跌倒 在那边悔恨交加 神已经告诉你了 那不是你做的 而是要为每一次的得胜 向神献上感恩 而且神应许我们 因为他给我们能力 我们必要得胜再得胜 因为神应许说 小子们啊 你们是属神的 并且胜了他们 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 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抓住神的应许 相信圣灵的大能 必使我们胜过罪 这就是耶稣所要赐给我们的平安 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城时 天使宣告说 他道成肉身的目的 就是为了在至高之处 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因为他的诞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欧洲西线战场 居然感动了超过十万名德国 与英国的士兵 愿意在1914年那一年的圣诞节 大家放下武器 共同来庆祝这个有意义的节日 在无情的炮火杀戮中 享受几天这个节日 所应许的平安 2000年来 耶稣不断地照着他的应许 赐给人类他的平安 今天我与大家分享的 他承担我们的罪 赦免我们的过犯 使我们得到罪 得洗净的平安 他愿意赐给我们 成为千父儿女的权柄 所以我们能够蒙神 看顾保守的平安 他也愿意赐给我们圣灵的大能 使我们能够胜过罪 得到丰盛生命应许的平安 当普天同庆耶稣的诞生时 愿耶稣的平安 归于我们每一个人 也愿意我们把这大喜的欣喜 传给更多的人 请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在这动荡不安的时代 愿你的平安归于你所喜悦的人 感谢主 新冠病毒的疫苗能够研发成功 但愿你借着这疫苗 早日消除这个病毒 使我们能平平安安地回到圣殿 来敬拜赞美你 愿忧伤的人从你得到安慰 愿在黑暗中挣扎的人 能得到你的光照 愿生活在恐惧中的人 能得到你的平安 主啊 谢谢你两千年前 道成肉身诞生在婆利恒 为这黑暗的世界带来光明 为这为被死亡捆绑的人类 带来永生的盼望 你是奇妙测试 你是全能的上帝 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愿我们完完全全地信靠你 愿一切权柄荣耀都归于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